阿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导致 五国多个州属的地表温度上升 降雨量减少 最近北部地区天气酷热 加上水坝开闸 放水灌溉稻田 导致玻璃市迪玛达索水坝的水位 日益的下降 不过当局表示 现有的蓄水量 还可以应付州内人民的水工 长达两个月 所以暂时还不需要落实配水计划 但是如果未来两个月的降雨量 仍然不足的话 州内民众恐怕将面对水荒危机 气象局预计 阿尔尼诺现象 今年六月到九月的发生几率为百分之五十七 到了九月至十一月 可能会增加到百分之六十二 阿尔尼诺现象 其实是太平洋温度突然上升的结果 连带导致气候发生变化 造成我国地表温度增加 降雨量减少 玻璃市水务局表示 波州的迪玛达索水坝 正常蓄水量是四千万立方米 如今的水量则有二千万立方米 或二十七点三五米 尽管水坝水位有所下降 但没有触及危险水平 相信可以满足州内子民 至少两个月的水供需求 如果我们能够用到百分之七 我们将会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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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现在我们 还仍然在温暖 像YB 还仍然在温暖 我们将会担心 玻璃市最近的天气阴晴不定 气候虽然炎热 但偶尔还是会下雨 如果二十四小时内的平均降雨量 达到一百毫米 将有助于水坝的水位 回升到安全水平 然而 波州人民依然受处节约用水 避免发生水工危机 波州水务局主任 马西迪补充 农民如今开始离田 该局与州政府商议后决定 迪马达索水坝 已经在刚过去的二号 释放水坝里的水工灌溉稻田 美机通常都会释放 一百万立方米的水 用作农业灌溉 在这一号码里的水平均降雨量 水坝里的水平均降雨量 违马达索水平均降雨量